我们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急剧的话 是750万 250万到750万之间的一个 中型的一个跑车 总共有17辆的车子 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17辆的车子 其中有一辆车子 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出现的 就是刚刚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 给它评价非常的高 所有人的一个梦幻的一个车种 没错就是这辆车子 这辆车子熔登的这一次 我们在这个评价里面 第一名的车子就是Nissan的GTR 来我们看一下罗哥 罗哥给的分数给了44分 那最高分是落在了底盘操控 给到了10分 其他的部分都分别有给到8分以及9分 在17名的车子里面 个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车子 优点是全方位的GT性能操控 实用性兼具 缺点2007年发表至今的话 车型比较老旧一点 好 庞德给的分数给到了48分 最低分是落在了性价比给8分 其他部分全部给满分 这也是庞德个人的一个梦幻的车种 那他的一个优点就是配重非常的好 加速非常的快 缺点有没有 缺点是品牌 全力加速会脑冲血 什么叫做全力 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怎么会是缺点 我中有地中海贫血的 那个脑冲血是你个人会脑冲血是不是 不过那个0到100加速2秒8 我刚才还有一个乃哥确认 他说他也会 对 2秒8 全力加速实在太短 2.7吧 好 来 看一下乃哥 乃哥给的分数是 一样是第一名的车子 他的总得分是48分 有四项满分 其中有一项是吸金度只有8分 可能这个吸金度要稍微再努力一点 因为你有给到10分的 好 那优点太多了 待会慢慢讲 好 来 Andy老爹给的分数是给到了46分 个人排名也是排名第一的 有三样是满分 Andy老爹很少给到满分 对啊 吸金度以及科技配备给8分 然后优点已经近乎完美 又快又闻 好 然后呢 缺点就是闻到没有乐趣了 真是奇怪 嫌饭不够大给你大碗说太多 好 来 Eric给的分数呢 给了44分 没有满分的啊 差一点点 有9.5 差一点点 好 来 引擎动力给到9.5 其他分数应该有9分以上的水准 另外呢 吸金度跟科技配备给8分 同样也是第一名的车子 维修不方便 其实在所有的排分里面的话呢 其实应该 Eric 你还蛮严格的耶 因为这样子讲 其实原本性价比 我应该要给10分 但是我想到 就是这个GTR 近来台湾的第一台车 是我朋友买去了 那部车呢 跟总代理买 那个时候报价多少钱 给你猜 清雪 多少 499万 现在已经超过600万的售价 所以我在性价比的部分 稍微给他扣了0.5分 那你说大家都觉得他 所以电影不是说他吸收太多了 对 感觉涨价涨得有点太多了 那这部车基本上 你说要谈引擎动力 底盘操控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谈了 说实在 他已经强到一个 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去论述他 整整的 但是为什么我会把维修不方便 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喔 刚刚不是讲我朋友买了那个 全台湾第一台的那个GTR吗 499万嘛 那台车也是全台湾第一台 翻掉的GTR 这个上网去查喔 他刚好在这个 松江路跟市民大道口 半夜的时候 撞到松江路的安全岛 然后整台车翻掉 刚好现场也是我去处理的 所以那个时候好多人以为 是我把这个GTR撞翻了 其实不是啦 因为那个新闻拍到都是我嘛 后来这部车我又拖回去了 拖回去要修理 然后一查才发现说 它的零件在台湾其实都管制 必须你一定得要回原厂 去购买这个零件 所以在维修零件上的取得 方面会有一些问题 再来就是那个车 刚进来台湾的时候 太新我们外面房间 也没有电脑可以去修这部车 那后来呢 想到什么 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讲 什么台把的零件有没有 对 这个应该找不到吧 因为日本其实有杀肉的车 已经有很多撞毁的车 这个其实最早翻的不是台湾 是中国大陆 台湾第一番是我朋友 所以我还想说 找个杀肉车来杀零件 过来修这样子 结果不行 因为它每一个零件都有对码 也就是说这部车的零件 拿来装在这台A车的零件 拿来装在B车上 就是不能发动 因为它所有的零件都要连线 都有对码 不能发动 所以说科技辅助太多 这个车在外场的维修 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这部车我们讲是四轮传动 然后是前中置引擎 你看它引擎是在前走的后方 是前中置引擎 再来后面那个地方是什么 一般来说引擎跟变速箱 是连在一起的 它把变速箱装在后面 为了维持它车身 跟车头跟车尾 前后一个非常好的配重比例 所以这台车是经过了 非常缜密的一个设计 所研发出来 代表它这个传统的一个GTR精神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虽然我们老是讲说 我们是欧洲车的车迷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GTR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不得不佩服就是说 你上在这一台车上面的设计功力 是下足的功夫 对 我刚刚一直讲什么 前置 中置 后置 意思是说因为绝大多数 99.9%的车子呢 引擎跟变速箱是坐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只会讨论说 前置 中置 后 因为你引擎变速箱 都一起放到前 中 后了嘛 但是它的GTR就是 成为在艾大奖的 它直接把idea 想成我引擎放前面 引擎放前面 变速箱放后面 所以你在前面打档的时候 一般是讲在操作 不是操作前面 操作后面这个变速箱 然后再透过这个变速箱 你看它有两支传动轴 再把需要驱动前轮的 透过这个传动轴 再传到前方去 使得说你说这个倒是 前置引擎 中置引擎 后置引擎 我觉得都不能够很精确去形容GTR 它是告诉你 引擎放车头 变速箱放车尾 标准的全车前后配动就是50 50 那我们刚才讲说 比如说BMW车好了 我们说怎么样 前中置怎么样 那是指说 我引擎没有像坐在一起嘛 我竟然把这一颗后拉 拉成接近你前中置 那不是完全的所谓中置 我今天中置可以放中间 或者我拆开来前后各放一颗嘛 都叫做前横完全的平衡 所以GTR这个地方 就非常的无可取代 我一直常常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一部GTR的0到100 只要2.7秒 对不对 你有在其他的任何一台 Lamborghini 法拉利 马力都比他大的 马力都比他大很多 没有任何一台做得到的 不过他这个马力也不小 545 545 很多都是760 8百都比他大的也没办法 比他7、8百的 是不是 对 为什么他们都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今天要真的再一次 对这个水野和米先生致敬 因为我们听他讲课 他是先画一条线 然后画两个轮胎上去 然后再开始画一个车身 他告诉我们说 你车子如果没有轮胎的抓地力 你的车子怎么跑 也就是说 他在构思整个GTR的整个过程 他就像刚才庞德所解释 他不是前置 不是后置 他是一个重量的配置 对 所有的中置引擎像小牛 所有的法拉利 中置引擎后轮驱动 可是他的先天问题 重量就是在中后方 他没有办法做到像GTR这样 保持一些更累 引擎在后面 所以刚才 Andy老师讲解了很多 你只要一转弯 开始后面有点側向力的时候 你就推着一个引擎在走 对 对 所以你先天条件就很麻烦 但是你既然你的车子 先天条件 这些车都这么有迷 不会有麻烦 你为什么不是设计一个 先天就没有麻烦的车呢 于是GTR就是这样 而且事实证明2.7秒 是那些中置引擎 后轮驱动 马力再大的跑车 都无法达到的 可是你说这台会很难吗 他也没有碳纤维车体 也没有铝合金车体 他也没有轻量化吧 他轻量化只是能拆的就拆 这样子而已 但是他内装还是足够舒适豪华 他就可以做到这样子 你看像那些所谓 刚罗哥讲那些超跑 你说纯后驱 你说就算到七八百匹 你要跑到三秒内 那都是几乎很难的事情 那四轮驱动 但就是我刚讲就是 不管你是在进彎 出彎 不管在刹车给油门的时候 基本上他都可以 给你比较好的一个稳定性 那可是很多的 就在我认识很多 比较所谓那种硬派 爱玩GT3的 他们都说 那时候你看GTR出来的时候 他不是说跑那扭玻璃 可以跑到什么7分多 这个很好玩 很经典 干掉什么4 5 8 很多的 你想得出来的超跑 那个秒速非常的快 可是他们就有很多人去买 可是买了大概不到一年 他们就把它卖掉 卖掉的原因就是说 不是这个车不好 是说这个车就是 比较无趣无聊 它很快 它非常的快 直线加速很快 弯道里面也是稳得非常快 可是他就觉得说 我好像是舒马克背着我 在开这部车 你知道吗 是车子本身很优越 不是说我自己的价值 是能够操控它的 我看过一个国外影片 就在讲说这个GTR的设计 其实我们知道 它里面有个萤幕嘛 一开机的时候跑出来 先跑GTR 然后跑出一个那个 PS2 电团区那个什么 超跑 浪漫跑 对 它里面这个想法 不是 那个是概念车 还是是真的 就是这个车 每个都一样 它上面萤幕就跟你打 PS2 PS3上面 那个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到日本这个民族的时候 喜欢做很多 你们全世界没有做出来 就我做出来 我要挑战嘛 挑战 所以我们知道常大 在打电动的时候 像是我小孩我常骂他 开什么电动 那都假的嘛 跟真的不一样 但是小孩讲说 很多我电动里面 还做得到的事情 你们真的车做不到啊 对不对 但是今天GTR 就很类似这样的 idea 本来只有电动玩具里面 才可能做出来的 模拟的假象 比如撞坏可以重来嘛 比如说 不可能0到100 只有1秒 1秒 或2秒 或2秒半嘛 但是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在真实的车上实现呢 他们从这种 idea开始出发 所以刚才Andy兄讲到说 这个里面很多电子仪器很无聊 其实你今天去问Jeremy 我想他在GTR平价也不会太高吧 他觉得 这个就是靠很多电脑 帮我玩出来的嘛 但日本人就告诉你说 没错 我就是靠那么多电脑东西玩出来 玩出本来只有电脑 才能够实现的 我让这个 idea复制到真实版 你看 我就能跑出2.7秒 真的 让你一加速头就会晕 让你呢 你不用什么技术 明明过不了的话 啪 我就抓过去 我就是那么多电子仪器 我告诉你 这只有我GTR能办得到 我觉得这是他这个 很难得的一个 idea 其实我觉得说 没有说我要那么吹捧 GTR这台车 可是我说真的 其实我本来想给他50分满分的 只是因为他的设计 真的是在2007年吧 到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旧了 那在750万以下的跑车来说的话 那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均衡 拿50分应该不是难事 但是可惜就是他的车身 真的有点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签罗哥明之后 他就没有待在公司 没有 因为可能是很多始终的 始终的车迷 本来就已经非常地喜欢 他本来的一个样子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需要 再补充一个 记得我们上次在讲250万内的时候 我当时我很惊讶 居然这个 我鼠疫第一名 这个370自已 就真的是第一名 那今天再度验证说 GTR大家都认为是第一名 对 我跟你讲那个idea就是说 我上次讲370自已有一个 手排车自动帮你补油 这是量产车的创举 GTR有一个 也是跟人家很不一样 我们不是整天在讲 这个电子防滑系统吗 我们Andy先生常在解释嘛 比如说这样甩出去的时候呢 他点刹单轮让你扭回来 但是刹车就是阻力嘛 GTR这个东西 他也跟他做不一样 我也有电子防滑系统 但是呢 当我再重复一次 一般是比如说 你这样甩出去的时候 点刹单轮嘛 有阻力让你尽量能够扭回来 GTR说不行啊 那我在失控救回的时候 速度就减慢了嘛 我就跟其他车场 做完全不一样的 我不点刹这一轮 我把力量 我这轮不刹喔 我还加强相对轮的这一轮加速 把你一扭回去 边扭还边加速 而不是说呢 用阻力让你拉回来 你看这个想法是完全颠覆的 所以我觉得日本真的是有一套 不过这个GTR的话 算是日本的国宝 GTR已经有40几年的一个时间了 对 GTR的话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成就的话 搞不好都比过很多很多的跑车 纯种的一个跑车的一个车场 那过去他们其实是瞄准的 就是跟全世界的这些跑车 超跑来比 来比较嘛 对 那但其实他从这个 1969年就开始了 这个车形容看起来还很久 但是他当时呢 他那个车不是跑车吧 这看起来也不像 可是当年的跑车 当年就已经是跑车了是不是 1969到1972嘛 那个时候是R27或R28嘛 你看起来就啄啄 但是那是我们出生那个年代的车 已经很屌啦 他当时呢 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GTR的概念 GTR就是你要性能好 然后壮油 要品质要稳定 那这个车子呢 赢得日本的GTR大赛 所以这名声大噪 那后来到第二代的时候呢 奠定了我们现在看 包括现在最新款也是一样 它的尾灯四个原灯的 从这个R29开始呢 这后面四个尾灯这个样子 已经奠定出来 但是呢 当时呢 日本我们知道 经济起飞之后 有一些环保的问题 所以这个车款呢 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环保的问题 被停滞了一段时间 你看到1973 到1989这段时间 GTR是真空的 真的吗 到89出生了 第三代我才出生 OK 好 那到89出生这一款 这个大家都最熟悉 我们讲什么Ciruvia 什么什么的 这个R3呢 就是腾云拓海 那个投文字D 里面那个高桥梁界 那些人 其实这边应该比较像的 对 这边比较像是跑车 对 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 就是这些车嘛 哎呀 你GTR马力虽然很大 但是车头太重 那边笑来笑去 有没有 就是这一台车 那后来呢到R33的时候 这一部车 据大家是讲说 因为当时GTR 加个R就是Racing的意思 GT之外 我还是真的可以去Racing的 可以去赛车的 太成功了 所以呢他们当时呢 居然用了一个叫公爵的 一个轿车版的底盘 把它加强之后呢 变成GTR 但是呢性能很烂 因为基本上是一个轿车底盘 你应该从头设计 就是个跑车 但不是 来个轿车来做升级 所以这一款R33 是位为最大的一个败笔 后来呢经历 那他真正GTR 真正崛起是这一个是不是 从R32开始 R32开始 对 一方面性能 一方面也有头纹字D 这一个漫画的一个加持 那后来呢到R34 我想这个车型 大家也很熟悉啦 大家在玩那个甩尾 山路甩尾 其实大量的 从日本进口引擎进来 其实大部分都R34 那最新的就是现在 大家认识这个R35 但是也诚如乃哥提到 你看2007至今 他这个车还真的是有点老了 所以到现在来讲 可是现在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他也没有老胎啊 就以外观上面有 其实他的内装外观 其实在现在看起来 好像可能还OK一点 其实你看2007年到现在 他有多少年了 那个车子的一个改变的话 其实是很大的 可是以超跑的更新速度 差不多也到了 大概款的时候 对 有没有听说他们什么时候 要改GTR 没有 那个水野到了台湾 对啊 不知道 我们可能可以期待U6 但是他说这个是秘密 还是不能讲 对 所以他不会再回去吧 他不会啊 他不会再回去 他在那边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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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应该很多人期待 就是GTR已经2007年到现在 都一直没有改变 那这种跑车 本来就会很久了 很久了 看他跟SX等多久了 对啊 那SX 你还是内装就点好看 我觉得外观其实还是外配啊 外观其实还是外配啊 外观